氧結が新鮮 来た来た来た 美味しそう 美味しそう 驚き温君 新氧結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期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了知名YouTuber 來自日本的Mio 你好你好 Mio要來自我介紹一下嗎 大家好我是Mio 我來...怎麼說 我總來日本來的... 好 好 那我們... 就是今天很高興他可以來當我們第六級的來賓喔 那相信各位觀眾們很多問題想要問他 那我們馬上來進入今天的專訪吧 首先想問一下Mio 就是你為什麼當初想要來台灣呢 因為我辭掉公司 就是為了我想要參加環球小姐選美 然後我參加過那個選美後 我沒有被選第一名 但是那時候我很努力很努力準備一年多 所以我那時候很難過 然後我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來台灣 我跟朋友一起來台灣旅遊 那時候我覺得台灣很舒服 然後我很喜歡台灣人 所以我決定來台灣一個月 對 我本來想說一個月來這裡換個星星 但是之後 現在也還在這裡 那你的家人會覺得反對嗎? 你是否去? 沒有反對 但是我的家人也沒想到 我就在台灣那麼久 對 他們以為我是一年的就在台灣 所以你現在已經待了五年了 大概五年了 但是我現在不想要說我 就在台灣幾年 因為我的中文還好 好厲害 太好了 已經很厲害 謝謝謝謝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看你的頻道說 你本來是完全不會中文 對對對 對 然後你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 但是中文很難 我也覺得 那你如果給你評分 你覺得你的中文一到十分 你會給幾分 現在是第六分 六分 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已經有差不多八分 九分 因為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覺得對自己比較嚴格 哦 比較嚴格一點 對對對 那你到現在你會覺得就是 有一些語言的笑話嗎? 就可能出去可能會有些什麼 我很好笑的事情 我最近才知道那個 我常常說 不要打包 但是打包是對的 嗯 但是我 我常 欸 你們知道嗎? 我也知道 打包 打包 那個 包跟泡 我聽不清楚 對 所以我常常說 打包 打包 什麼 什麼 就是一個 兩個月前 才知道 我說不對 所以你講了很久了 對 對 所以我每次跟 服務員人說 我想要打包 打包 那時候他們 哦 OKOK 好可愛 所以中文很危險 對 有些 它的音都很難發 那些都很像 對 對 我也覺得好難喔 對 對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說 台語跟日文都很像 那他們有時候 台灣人會用一些很破爛的日文 可以跟我同來 那個台灣 我 很常聽說 那個 頭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頭 那個 山津病嗎 那個 コンクリ是水泥嘛 然後 頭是頭 就是腦袋裝水泥 對對對 那個 頭 那個硬的意思吧 頭 頭 不會轉 對啊 嗯嗯嗯 你不知道嗎 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我也不太知道 你是哪裏 我是香港人 哦 但是妳就在台灣很久 對 我讀書 然後就留在這裡 但是妳的口音是像台灣人一樣 因為我也來了五年了 五年 嗯 一樣 但是 但是因為香港 我們從小就要學 就是他一定要學 嗯嗯嗯嗯 就不一樣 對對對 你今天學好了嗎 但是 但是 但是日本人不會講 嗯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來台灣後才聽過 嗯 對啊 他們都很厲害 才會跟你講這些 但是 但是台灣人有時候他們自己做了日語 他們說 欸日本人也用吧 不會用吧 有有有 他們自己創作的 嗯嗯嗯嗯 對 那我們講完語言的部分之後 想問一下 那妳在日本是住在哪裡 我的老家在長野縣 那個長野縣 那個長野縣 妳聽過嗎 我有去過蠻多次日本的 但是沒有去過長野縣 我沒學過 那邊有花雪的地方很多 哦滑雪 對 但是我的老家附近很少 嗯 所以下雪很少 所以 我的同學一半會化雪 一半是不會 好酷哦 因為我們都很小機會可以看到雪 嗯嗯 香港人連台灣也沒有 對對對 都沒有辦法 對對對 那之後這一題呢 是為我們的男觀眾問的 我想問一下Mio 那妳在台灣有交男朋友嗎 我目前 哈哈哈哈 你你 哈哈哈哈 但是我 我其實沒有 嗯 跟台灣男生交往 嗯 因為想問一下 妳覺得台灣的男生 跟日本的男生 有什麼分別嗎 我覺得台灣男生 嗯 日本男生想要 日本女生 一定 做家事 哦 然後吃飯 哦 所以我們每次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男生常常問女生 欸妳吃飯嗎 哦 妳每天都在 自己吃飯嗎 這樣有那個 要問 所以我每次 我也 會 會吃飯 但是 嗯 那個麻煩吧 哈哈哈 但是台灣男生 嗯 我覺得不管 台灣女生 嗯 不一定 就是可能女生都會出去工作 嗯嗯 對對對 感覺都會不一樣 嗯嗯嗯 所以我喜歡台灣男生 嗯 然後我喜歡台灣女生會 公主病 哦 對所以 我 好羨慕 那個台灣女生 你羨慕嗎 對 我想要的 公主病 對 不要煮飯 你們煮啦 我不要這樣 因為那個我跟男生一起去餐廳的時候 男生會 照顧我 哦 他們自己去拿盤子 然後筷子 他們會準備 為了我們 嗯 很開心的 就不一樣 但是真的不一樣 不用自己來 對啊 日本的話我們需要 那個盡量 那個照顧男生 哦 所以 因為我喜歡台灣 哈哈 不要自聊自己 哈哈 哈哈 那個整體來說啊 你覺得台灣人有哪些地方你會覺得受不了對不對 嗯 我最受不了的地方是洗手間 哦 對 因為日本的話一定會 什麼時候沖 哦 結束後 沖水 沖水 但是台灣是現在也有很多地方不會 嗯 所以需要直接丟那個 哦 衛生紙 衛生紙 對 衛生紙 那個垃圾桶 所以很髒 嗯 嗯 還有有時候台灣人忘了 衝水 哈哈 所以我現在也 嗯 對 我也覺得這個很不喜歡 因為香港也是可以沖進馬桶的 哦 所以我一開始來到這邊 一直把那個馬桶弄到塞住 對對對 沒錯 但是香港也是很久的餐廳 嗯 也要 也 比較少要就是丟去垃圾桶 哦 而且那一袋垃圾你要包起來 我真的好餓心哦 嗯 嗯 所以日本的話 到處都很乾淨 嗯 對 所以我現在還消不了 哈哈 那我看你的頻道啊 就是有說 就是去吃不同的美食 還有景點 那你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我最喜歡台灣的料理 我以前蠻喜歡吃乳肉飯 哦 嗯 對 所以我每天都吃乳肉飯 結果我胖了十公斤 十公斤 對十三公斤 我來台灣後胖了 所以現在我 不吃吃吃 對對對 所以我控制自己 但是喜歡 嗯 因為台灣很多美食 嗯 還有什麼夜市呢 都很多吃的 對 所以我喜歡去那個夜市買台灣美食 嗯 那你喜歡吃臭豆腐嗎 我看到你有每次吃臭豆腐嗎 哦你看到嗎 謝謝謝謝 嗯 結果 還好 還好 但是我覺得我吃之前 我的印象是很噁心 嗯 一定不要吃了 嗯 但是吃過一次後 還可以 還可以跟還好的中間 對就是還好 只是它的味道有點比較重 嗯 嗯 因為在日本沒有這種的味道 嗯 所以我不習慣 嗯 但是在台灣 就是他們會覺得 日本有一樣東西 也是他們不敢吃 就是那個辣豆 啊 納豆 對 那你也不敢吃嗎 我愛 我愛納豆 對 我在日本的時候 每天吃 對 早餐 早餐 對 就是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黏黏的 啊黏黏 嗯 那個很好吃 真的嗎 所以我盡量那個 一百個次 一百次兩百 一個這樣 要一直 對對對 所以越來越黏 這樣好吃 對 越黏越好吃 有咖啡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 很有嗎 哈哈 咖啡的味道 很有意思 我吃過一次 沒有 我覺得你吃的時候 黏是不過 對 這個要一直一直 對對對 原來吃錯了 就是有些日本人也不敢吃 嗯 不敢 很多人都不敢吃 了解了解 那你現在就是在做YouTuber這個東西 那你對未來還有什麼 就是想法想要做什麼嗎 我本來 之前我不太喜歡YouTube 嗯 因為兩三年前在日本不太紅 嗯 嗯 我們覺得 我們以為YouTuber是高中生 國中生喜歡的人 所以大人不太會看YouTube 嗯 所以之前我覺得 欸 YouTube是很奇怪 不好玩 嗯 但是之後 我想那個 我的想法改變了 嗯 我也開始看台灣的YouTube 因為台灣人滿喜歡的 嗯 所以我覺得喔 那個YouTube很好看 嗯 那個一般的節目跟YouTube不一樣 嗯 所以我兩年前 才開始看日本人的YouTube 跟台灣人的YouTube 嗯 然後之後我覺得喔 我也想要開始 嗯 所以現在也是 慢慢學 哈哈 然後我還不知道台灣人喜歡什麼樣的YouTube 嗯 所以我 未來 我再來 想要跟台灣人一起合作 喔 那個比較 對 比較好玩 嗯 因為我看你以前的影片都是用日文 然後慢慢之後就變成 對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我的生活 好無聊 所以 我想要 開始 那個 新的 事 嗯 那時候 我 對日本人 那個 介紹 嗯 台灣的 很好玩的地方 很好吃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覺得 我想要在台灣發展 我想要在台灣工作 那個 嗯 我其實現在想要拍電影 對 所以 一年前 左右 我 開始 對台灣人 嗯 那個 嗯 我的YouTube是什麼 現在 嗯 我想要對台灣人 介紹我的生活 嗯 那個之類的 就是介紹一下你自己的東西 對對對 那我有看你就是有上那些台灣的節目 應該慢慢就開始可以 就是可以做到你想做的 就是演戲的部分 對 對 所以今年才開始 嗯 因為 對 我還沒跟你講 那個 為什麼我想要在台灣發展 嗯 因為我 我五年前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緣分 我接了一個台日 一起合作 拍影片 哦 製作 哦 那個 我接了工作 那個工作 那時候我第一次跟台灣人一起拍攝工作 我覺得 好玩 嗯 然後我喜歡跟台灣人一起工作 然後對我來講有新鮮感 嗯 那時候我覺得 那我想要在台灣跟台灣人一起拍攝車的工作 嗯 然後 幾個月後 我第一次看到台灣的電影 哦 那個叫 KANO 打扳球的 KANO 我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們 日本跟台灣人一起拍的 嗯 台灣人做的 嗯 然後我覺得 好玩 有趣 嗯 所以那個之後 我開始想要 跟台灣人一起拍電影 嗯 嗯 但是 四年左右 我沒有機會 嗯 然後我覺得 我 沒有 嗯 我沒有自信 因為我不會講縱網 嗯 嗯 然後我覺得我的演戲 演員的 嗯 那個是 不太好 所以 我四年左右 一直想一想 是今年才 才開始 嗯 嗯 我覺得你一定會慢慢 就越來越好 嗯 因為有可能小小的拍攝 經驗之後 應該就會 接到越來越多的 嗯 嗯嗯嗯 嗯 那也希望你之後也可以 成功 可以看到你的電影 好 謝謝 我也好努力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你這麼漂亮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要減肥 我不吃台灣美食 哈哈哈 不可以吃滷肉飯 好 今天很開心呢 請到Mio來到我們的頻道 謝謝 好 那Mio有什麼想要跟各位觀眾說的嗎 嗯 現在我有努力盡量拍YouTube影片 所以我想要讓大家看我的YouTube 嗯 那大家呢 也記得要去訂閱Mio的頻道喔 那今天呢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要按讚跟分享 別忘記要按讚我們的粉絲專頁 還有訂閱Mio的頻道 謝謝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掰掰 我們會在冬天的內部 Hemory